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出名的高速公路无疑就是美国的66号公路 被美国人亲切地换作母亲之路 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条公路 能像美国66号公路那样在全世界取得显赫的名声 但是现在中国也有一条与美国66号公路不分上下的高速公路 它就是G7 G7是惊心高速公路的代号 它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核心交通要导 项目于2012年9月启动 从北京出发 经过河北、内蒙古、甘肃、新疆五省 于2019年4月23日基本全线贯通 2021年7月1号全部贯通 花费了将近9年的时间 投资近370亿人民币 全长约2540公里 从地图上看 京新高速沿线穿越了库布奇沙漠、乌兰布河沙漠、巴丹吉林沙漠 是世界上穿越沙漠最长的高速公路 在过去我国也有连接北京到新疆的高速公路 但是需要绕道岛兰州以及河西走廊 全程约3900公里 而京新高速则是直接穿越沙漠 全线通车之后 从北京到乌鲁木齐的公路距离缩短了1300多公里 据司机介绍 京新高速通车之后 每辆车可以节省1000多元 还能比原来快一到两天 自从国内这条公路开通后 美国66号公路可以说地位不保 因为G7有比美国66号更壮丽丰富的美景 但又不单单是一场视觉盛宴那么简单 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奇迹之作 简直是分分钟完爆美国66号公路 修G7有多难 G7是一条新的天路 这么说可不仅仅因为它的目的地 是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 更是因为在西部茫茫的荒漠和戈壁中 修建这条路的难度和修建另一条天路 青藏铁路的难度一样 都是噩梦级别 从巴燕纳尔市的中心林河 到蒙干交界的白鸽的 930千米长的G7高速林白段 要穿过三大沙漠 跨越近500千米的无人区 这里没有水电 没有通信 据了解 林白的沙漠一年中 有六成以上都是风沙天气 最大风级能达到十级 沙子与碎石不断砸到施工者的脸上身上 非常疼 很多沙子甚至从缝隙 被吹进了施工人员的衣服里 另外由于沙尘暴的存在 能见度也大幅降低 黄沙漫天时即便工人之间只隔一米 也很难看清对方 这些都给工人的施工带来了很大困难 但面对如此艰难的环境 我国施工人员并非放弃 没水就寻找水源 为了取水 工人们深入地下三百米 没电就自备发电机 走到哪儿把电发到哪儿 没信号那就建立信号塔 做足了工作之后才能正式开始施工 但如何在松软的沙地建造成 坚实的路基又成了一个难题 施工队们很快找到了方法 他们采用的是水尘法 首先将沙堆起 然后表面摊平开来 再划成一块块格子 再往格子里的沙层注入一定量的水 等到沙子可以抱成团又不渗出水 达到自然密室状态时 再用平地基压路基平整夯实过去 930千米的公路耗水量是惊人的 而水只能从远处的城市用水车运来 一趟来回要近十个小时 所以修路前还要先给水车修便道 在千辛万苦修好道路后 还要注重黄沙的治理 在沙漠上 沙粒的年平均移动速度能达到18米 不防沙固沙公路不出几个月就会被掩埋 所以G70白段的工程可不仅仅是修路 防护的修筑也是重头 施工对用的是远防 中置禁锢的方法 所谓远防指的是在道路两侧300米处 设立高1.5米的纤维网 这是防沙的第一道挡风墙 中置是指用填充好的防风沙带 对公路两旁沙图起到压服作用 这些沙带备成填字形的交叉叠方 形成一个个一平方米的小方格 这些沙带在形状设计上也十分独特 它们的边沿采用了旗状设计 边沿处留有3厘米长的穗子 这样不但能够减缓风速 还能起到固沙的作用 工人们还在沙带网格内 种植了适合沙漠中生长的洪流等植物 这同样对固沙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封击沙路段的两侧 施工队一共设置了 1570万平方米的沙带 十分壮观 禁锢则是用碎石土包 封了路基的两侧边坡 防止沙子外露 说到这儿让小编想起了 我国的建设者们 在修建沙特的高铁路线时 也面临了封杀带来的难题 2009年 沙特抛出了高达600亿美元的高铁大单 希望修建从麦加到麦地纳的高速铁路 这个极具吸引力的价格很快 吸引了很多国家的目光 不过 最终其他国家在了解了施工难度后 纷纷望而却步 只有我国接下了这一任务 原来由于地处中东 沙特境内有着很多沙漠 这也是这条高铁难以修建的原因 其中沙漠中的封杀就是修建 需要克服的难题之一 沙漠中存在很多流动沙区 被风吹过后就会覆盖高铁线路 造成电气设备磨损 铁轨等硬件损坏的问题 进而大大降低轨道系统使用寿命 极大增加售后难度 为此我国的工程人员想出办法 在风沙较大的区域设置了蓝沙沟 以及40米宽的击沙平台 从而减少风沙对于铁轨系统的侵蚀 此外 对于铁轨附近较为危险的沙丘 则使用了沥青碎石进行平面固沙 最终这种方法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既然惊心高速的造价如此之高 以及已经有高速可以连接北京到乌鲁木齐 那为什么我国还要投资巨额资金 来修建惊心高速呢 难道仅仅是为了缩短大巴斯基的行程吗 可以说G7有四大战略意义 一 连接欧亚大陆 我国古代时期就有丝绸之路 在惊心高速公路经过的阿拉善盟 在过去曾经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内地的许多物资都是通过丝绸之路 来运输到中亚地区以及欧洲地区 惊心高速的修建 可以连接北京到欧洲国家 成为第二亚欧大陆的核心路段 带动我国经济的发展与腾飞 二 促进就业 前面提到的66号公路 在修建时就提供了上万个就业岗位 另外 66号公路的修建 还间接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 比如在66号公路附近的 胡佛大坝超级工程提供了5000多个岗位 吸引超万人前来应聘 修建公路的工人非常多 对衣食住行娱乐等需求量大 而这又间接提供了大量的经济岗位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腾飞 正因为如此 66号公路又被美国人称之为母亲路 精心高速的修建和66号公路一样 也能为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工人在施工过程中 也能带动周围的经济发展 三 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通车之后来自新疆的哈米瓜 葡萄等瓜果和农产品 能够以最快的距离运出新疆 帮助当地农户拓开市场 获取较高的经济收益 除此之外 精心公路的修建 还能够促进旅游业的兴旺 有利于当地开发旅游资源 从而增加新的经济增长点 四 有利于当地产业升级 公路修建之后交通条件更为便利 使得当地不仅仅可以发展传统行业 还可以促进产业的升级 比如马宗山地区过去交通极为不便 尽管该地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食材资源以及旅游资源 也难以招商引资 升级产业 精心高速的修建 可以使得当地的矿产资源得到开发 当地原本的农牧资源 可以转化为做骆驼肉类 绒毛乃制品加工业 既带动了经济的增长 又解决了当地人的就业问题 很多年以前 我国就提出要想赴先修路 事实上这一句话不仅仅是口号 而是我国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 我们总是喜欢自称自己是基建狂魔 认为没有我们搞不了的工程 但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国家的工程实力很强 而是我们为了要攻克一个个难关 把自己变得很强 精心高速的修建就是这样 沙漠 戈壁滩 软岩机制等 任何一个困难都可以变成借口 不去修建精心公路 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而是出色地交出了一份答案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